如果你的表妹很沾人该怎么办 直男语录终于派上用场了 哥 你打什么 我帮你拿吧 不用不用 我补位就行 你看看其他人要不要帮拿 那行吧 没人你要我 那我打辅助了 可以 我会不会有点太高冷了 有空来抓一下吗 这面那组合好猛呢 来了 你怎么这么高冷啊 是不是不爱跟我玩游戏啊 没有啊 我一直都这样啊 让我想想直男都怎么回答的 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那是你没看见真正的我 行吧 你继续刷眼吧 不用来了 看来效果还不错 表哥 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我生病了 你会怎么样 大家要这么熟了 我就不用关心你了吧 我 上次回家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我哪里变了 嗯 你有腿势必肩粗了 胳膊也是 我说 咱们俩能不能聊点阳间的话题 可以啊 幸运他把他们俩干了 我上了 快来我 完了 我要没了 我先走了 你还闪得真快啊 刚刚你想说什么来着 你没发现你亲爱的妹妹 我哪里变了吗 嗯 你的脸好像变圆了 发际线也变高了 下巴好像也快三层了 还有呢 女娃在造人的时候 别人都是手捏的 你倒好 女娃用圆规把你画出来了 以你鼻尖为圆形 脸具为半径 然后就把你造出来了 哎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呀 我 毁灭吧 不想跟你说话了 我肚子疼了 那你应该从哲学生理角度 解决问题 吃点东西就不疼了 或者缺了一杯冰的东西 冰牛奶好像就可以 屁级太来 雾级必反 那就不疼了 哎 再见吧 拉黑 那要不要继续打啊 我才刚热身哎 今天又是当好男人的一天呢